关心冬天空气污染严重的议题 市议员李顺静针对高雄港区环境充斥柴油传播 以及货柜装卸过程飘散污染物 要求市府相关单位加强稽查 此外受到工业区将以往专区的观望心态之下 市府有业者心存侥幸怠慢公安维修 希望督促市府落实管理 避免意外一再发生 高雄市议员李顺静在总咨询中 提出数据指出大高雄有三分之一的空气污染来源是高雄港 主要是受到海上船舶燃烧柴油 还有岸边货柜车来回和港区作业飘散物所导致 要求市府相关单位要加强稽查 货柜车团车一堆在里面 刷柜来刷柜去 在吐东西黑烟一堆 我去看都没人有牌照 都没有牌照 为什么岸边有这么多的无牌照 没有定检的车辆 这个合法吗 在这边说明一下港区里面的机具设备 也是我们关心的 甚至我们是稽查的重点 那就是只要 不管它是移动式的设备 或者是说它在里面的机具设备 如果有冒黑烟污染的情况的话 我们都会加上稽查 那过去可能做的不够 未来我们会努力 谢谢医院 有一些这个利有未待 所以过去我们也希望在这个 港区里面的这些船舶的管理呢 能够跟这个交通单位 尤其是交通部 对这些船商船东能够有一些 什么样的管制的一些约束 这部分我想我们会往后 还会再继续的来加强 李顺敬认为前镇小港区居民 长期受到工业环境污染 现在政府又有新材料循环 园区的政策 造成石化厂商新存观望 安检螺丝搜洞 引发公安意外 希望督促市府相关单位加强把关 他们本身签厂在即 对于厂房的维修 或者是对于管线的更换 对于潮距的使用 他们都以简易的来申报 造成压力不足或漆暴 或者是扩散等等的一个因素 所以会造成今年度这么多的公安意外 我们对于这些老旧的石化厂的管线 在我们劳工级的标准 说实在是跟国外的标准 是这个不符了 所以应该要从标准上面去做 这个变更 让我们的这一个劳工级的劳检处 去检查的时候 可以按照比较高的标准 去做这样的检查 李顺敬也同时关切大平顶区段 征收问题及高雄市公共设施保留地的检讨 希望实现土地正义及活化运用 记者张世民黄兰军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